中校東路的話,特別注意到這個有個規則 因為呢,本來裡面應該是用雙引號表示字串 可是雙引號已經被用掉了,所以呢,這裡 我們就改成單引號,所以特別說SECLE裡面的單引號 指的就是字串,因為呢,雙引號被用了,所以我們就用單引號來表示 再來呢,在SECLE裡面呢 如果要表示什麼呢 就是那個前後的外用字元的話,那請你加上什麼,加上這個百分比 也就是說,前面不管叫什麼什麼中校東 後面叫什麼什麼,有沒有,中校東什麼什麼什麼的話 那你就前後加上百分比 這樣子呢,就可以是一個模糊的 一個這個關鍵字檢索,你就把這個字放在中間 然後一查詢之後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執行,那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這個地方按一個F8,那也是開一個新的工作表給他,我放在A1好了,就這樣 然後直接執行 查到這個資料庫之後的話 然後呢,給一個SECLE語法 SECLE語法之後的話呢,再把資料call到那個A1的數算格 然後再把它close掉 OK,好 那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地方呢,就查出來,有沒有 在地址裡面有中校東的這個關鍵字的,通通都會查出來,並且幫我把它call在這裡面來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除了說,你可以把資料放在那邊之外 你也可以怎麼樣呢,可以把它再查出來 當然你也可以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再加一個按鈕,比如說讓使用者什麼,查詢 那查詢的話呢,當然也可以啦,這邊我想各位,因為時間關係 可能沒辦法講得太深了,比如說這個,這個關鍵字你也可以怎麼樣呢,再加一個input box啊,按下去,請輸入關鍵字 他也可以自己再去查嘛,對不對,按下去,你就 關鍵字打上去 按個確定之後,他就取得這個變數嘛,把這個變數 放在什麼呢,這個字串裡面,他就去查到你要查的關鍵字了 那這個變化就很大了 那甚至你input box一個不夠用的話 下面後面我們會講用表單的方式,你可以多一個,反正跳出來一個表單,然後讓他填一填 根據哪一個欄位要做查詢,按確定之後,也是一樣可以做很多多樣的查詢 那這樣的結果,其實對一般的 辦公室應用,其實就已經很足夠了,就已經很足夠了,OK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 給各位做個補充 特別注意就是說,我剛剛講的重點,就第一個 這個 Connection 3 如果你懂得Connection 3這個網站裡面的資源的話 其實無論後面你是怎麼 哪一種資料庫 都一網打進了 這裡面的話,都有了 OK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呢 裡面的這些 基本要修改的部分 這個我想 各位可以把它當sample,稍微了解一下 那Seql如果你不熟的同學 請自行再去了解 他房間有Seql相關的書籍,你就買一個 比較簡單的 稍微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說呢 怎麼去做修改 那其實除了說查詢之外,還有所謂新增 修改 刪除 不會因為我們這sample 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 後面 幾個 除非是要有時間 不然的話也講不完 因為 新增修改刪除 其實也道理是一樣的 你只是說 他也是取得 看你要放,比如說我們這邊有什麼 又多了一個表單對不對 然後使用者填完那些地址之後的話 他會按確定 確定之後你就把這個資料 寫入到資料庫裡面去而已啦 就是大概這樣 那修改的話看哪一 哪一筆資料有問題 調出來修改一下 儲存 或者哪一筆資料不要 跟他講說哪個ID 關鍵是ID 然後呢就把眉筆刪掉 其實這些都是 一般性應用還蠻廣泛的 所以請各位再稍微了解一下 我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嗎